好來我們來看一些顯單小問題 第一題 有關於心銅電池的敘述 何者是錯的 你前面有背你就會了 你前面有背你就會了 沒有什麼東西 來 我們找一位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24號 24 你選豬 請坐 你答案選的叫做豬兒 我們有背好了 我們背過了 教過了你要背 新的活性大活性大的濕電子 所以他叫做負極 負極 然後銅的活性小就變得電子叫做正極 所以AME都是錯的 你要背了嘛 新是負極同是你要背過了嘛 然後正極就是正電流出 負極就是負電流出 那時候我們叫你這樣記比較好記 對不對 你就曉得正極是同理得到同 所以是一次錯的 所以只有珠是對的 他把電子丟出去 新丟電子變成新離子 把電子丟出去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豬 這個你把錢背過你就會了嘛 OK 你有背這一半反應 負一半反應你就知道了嘛 OK 好來 這也是背完就會啦 他質量會增加還是會減少 可愛大美女 你前面有背這裡就會了 可愛大美女叫做九號 九 可愛小老師大人 你做什麼 增加 請坐 叫你背的嘛 新版質量減少 銅版質量增加嘛 課本其實都是最簡單最基本的問題嘛 新銅電子銅為正極 他會得到電子變成銅 所以銅的質量得到銅 長出銅嘛 所以銅的質量會增加嘛 銅的質量會增加 所以呢 答案就增加 就是從 反應式看出來會增加 表示沒有死倍 死倍也可以嘛 死倍也OK 好這就是我們簡單的兩個小問題 接著第三題 請問你岩橋拿走會怎樣 怎樣 剛剛講過岩橋功用有什麼 我說過我上課講那是錯的對不對 為什麼錯 你就知道說 如果沒有岩橋會怎樣咧 沒有岩橋會怎樣咧 可愛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 叫做找不到 二九 豬喔 豬喔 沒有岩橋段路嘛 段路就不會有電流嘛 反應就不會發生了嘛 沒事嘛 所以呢就是豬嘛 沒電流嘛 電流為零 OK 簡單小事情 可以嗎 好 來 再來 請你心銅電池的反應 這樣寫應該叫做全反應嘛 他如果要問你辦法 他要告訴你說請寫出正極半反應 或請寫出負極半反應 全反應 剛才有背啊 剛才有出來過啊 來 全反應是誰啊 來 來 可愛小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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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哈 十二 新加銅離子變成 變成新離子加銅 OK 你就把正極半反應再加上什麼 負極半反應加起來 然後呢 兩邊的電子消掉 就得到全反應 就這樣子 我要你背正極半反應跟負極半反應嘛 對不對 OK 我記得 好 練習是 銅銀電子 我這樣 沒有教啊 沒關係 我講到85年台北北聯 這個年代 課本已經只教新銅電子了 他居然考一個銅銀 沒有關係 意思一樣 普打電子 兩個金屬湊在一起 對不對 國性那金屬叫做負極 是電子 變禮子 活性那叫做正極 禮子 得電子 變成金屬 銅跟銀 誰要活性大 銅鞏 銅鞅 銀活性大 銅就活性大 你就比照新銅電子 變成銅變成像銅 銅變成像銅 那你就會曉得怎麼回事了 對不對 就會知道 就會曉得了 聽懂嗎 五大電子 兩個金屬 共成叫五大電子 活性大金屬當負極 活性大金屬當負極 活性大金屬當正極 就我們前面交的 那這樣答案應該是多少呢 現在換一位大帥哥了 大帥哥 大帥哥叫25號 25 你選的是C 請坐下 你答案選C B是錯的 我們等一下再處理 我們等一下再處理 OK 好 然後呢 銅的活性大為負極 新銅電池 新活性大為負極 銅一電子銅一大為負極 OK 然後 銅是負極 又是濕 電子 變成離子 好 負極版滿意 比照新銅電池的新版那樣子 然後呢 所以呢 銅離子會增加 顏色就會變深 所以 朱是錯的 然後呢 負離子一向負極 正離子一向正極 所以我們答案就要選的叫做C 這就是 我們的答案 練習式 OK 所以它就算 那有人會寫XY 有人會寫XY 那告訴你 X的活性大於Y 那問一堆 那比上就好了 活性大的是電子 活性小的 得電子 活性大來當負極 活性小的當正極 就可以解決了 OK嗎 OK